所以你们说起最近的空投热度 真是一搏接一搏 那如何做到更低成本的交互 还能丰富链上的数据呢 今天我们这期要聊的就是 可以增加Lite0空投权重的MFT跨链项目 Holograph 用了今天这个频率方法 单次交互可以节省80%的成本 那具体的原因 还得从现在市场 普遍重复的交互教程开始了解 现在大部分将MFT跨链交互走的流程 都是去OpenSea购买接近30美金的小鱷鱼MFT 然后再去将小鱷鱼的MFT跨在不同的链上 以此增加MFT跨链的时候 使用Lite0协议的次数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我想做MFT跨链交互 我不买行不行 单是行 先说交互逻辑 我们LionHolograph 分别在GasD的链 Polygon和Avalanche上面部署合约 并且Mint的MFT 然后把MFT从Polygon转到Avalanche即可 省去了购买小鱷鱼MFT的成本 可以多吃两碗猪脚饭 非常的香 嘿嘿不爱 那开车之前 我们还是按照惯例 一起来看一下Holograph的文档 有哪些关键的信息是必须要了解的 总而更加轻松的读懂 他们做项目的意义是什么 目前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跨MFT平台 在2022年4月的时候 他们完成了总值轮650万美元的融资 餐头的机构有Infinity Avengers 那当我点开机构 看成员都有谁时 我发现有个熟悉的面孔有没有 奇怪先生也是机构成员之一 在过去一年里他们参投了35轮 历史领投了11次 主要投资游戏占比比较多 那Infinity Avengers 从资料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Holograph是还没有发币的 虽然说暂时还没有什么发币的预期 而且塞到比较小众 但乘着这Lite Zero的交互东风 说不定有意思是希望 所以今天的交互也算是一月两次了 目前项目最新的进展是在1月的时候上线的主网 那据数据显示 在三个月内来这里部署的已经超过有7万个MFT 那我们废话也不多说 来看一下是怎么交互的 首先我们来到官网 第一步我们要点击连接钱包 然后准备好Polygon和Avalanche亮的Gas 这两条亮的代币 在交易所购买Matic和AVAX 提到钱包即可 那第二步 连接好钱包和准备好Gas 我们网络要选择好Polygon 紧接着我们点击QA 创建一个MFT合集 输一下名字 点击保存 会弹出创建MFT 我们这一步需要上传一张图片 我们这里任意上传一张图形 比如说我这里就上传我的自拍照 名字加MFT描述也填好 再点击保存 这时候MFT合集就创建好了 那来到第三步 我们需要把它部署到Polygon上 我们点击部署 会弹出钱包的签名 这里我们需要支付一笔Gas费 那部署好以后 紧接着是第四步 我们点击Mint 再次支付一下Gas费 然后这MFT就成功上链了 上链之后 我们可以在OpenSea上面看到 那第五步 我们还需要把该MFT的智能合约 也要部署到Evalanche上 才能完成MFT跨链操作 我们点击右上载的加号 然后点击AVAX 同样也是支付的钱包Gas 在AVAX MFT合约部署好以后 我们来到了最后一步 我们点击Bridge 网络选择从Polygon到Evalanche 选择你刚刚驻扎好的MFT 点击Bridge 支付Gas 这里大约需要等待20分钟 MFT才能到 所以等待的时间 我们也别浪费 可以刷点视频放松一下 好那视频刷完 MFT也成功跨链了 同时交汇了Holygraph和Lite Zero协议 用的时候这里有几个小tips 我们可能会时不时遇到 铸造好MFT选不到 不能点击跨链 然后又会有MFT的UI卡到这里一直动 又再或者MFT在跨链的时候比较久 这时候我们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或者刷新一下网页就好 一般都是问题不大的 那成功跨链之后 我们点击区块浏览器 可以查看合约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这MFT智能合约是同一个 我们刚刚的操作 只把MFT的合约 部署在了兼容EVN的链上 因为很多时候用物不去看链上数据的话 到处是无感的 就像小鳄鱼的MFT 你看到有很多人买 买了去跨链 可能跨到了OP Arbitron和Matic 他们都是同一个智能合约地址 只不过在不同的链上 而且因为跨链 每条链上的数量还不一样 所以在OpenSea 我们把小鳄鱼的合约复制过来 会看到不同链的MFT 像是在OP上面 MP就有18000个 Arbitron上面也6400个 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的话 小鳄鱼这里其实有个彩蛋 那就是看他手上的枪 你在Arbitron上面 它是青蓝色 OP上面枪是红色 所以那总的来说 我们可以通过链上的数据 又或者像是Debian这种链上的工具来查看 你刚才做的交互操作 我们刚才的交互操作 是有用到来的这种协议的 做完是可以增加链上的记录的 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很多时候用户是无感的 如果你不去看的话 感觉这跨一下 这弄一下感觉很简单 主要是项目把路铺平了 我们才好走的 想要再仔细的了解MPG跨链 首先我们还得补充一个概念 就是Web包装的概念 举个例子 WBTC如何理解 就是现在区块链 已经是百花齐放的状态 BTC的链和以太坊 它是不兼容的 为了使它 在不同的区块链网络 进行跨链交易和转移 通过Web的技术 把比特币包装成 以太坊上面 ERC2.0的代币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 以太坊生态系统中进行交易 就可以实践它的流动性 和稀缺价值 那说的再通俗一点 就是本来BTC和以太坊是玩不来的 那现在穿了统一色系的衣服 它们就玩在了一起 BTC参与进来也实现了价值 等不需要的时候 把外套脱下来就完事了 那关于Web的包装的概念 如果还没有理解的 可以翻看我往期的视频 这期的视频有详细的介绍 那我们回到MPG这边 这里官方文档解释很清楚 就是当MPG从一条新的链 桥接到另外一条链时 它通常会锁定原来链上 而新的MPG会在目标链上生成 那这个过程 创建了MFT包装的版本 这里就类似复运件 那如果包装MFT 再去使用不同的桥去跨链的时候 则会创建一个另外的合成版本 这一操作就有点违反了MFT 不可替代的属性 那MFT是什么 非统治化代币 那按照ERC721的标准 那一个MFT 它就是不可复制的 它是独一无二的 那跨链的话一直反复 他们说就有点复印出来的感觉 不过纯粹 而Holigraph 它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包装MFT的问题 它使MFT能够跨链传输 同时保持数据的完整性 那靠文端 说一下我对这个项目的评价 总体来说 我感觉这个赛道是比较偏小的 而且有使用场景 按照现在有点受限 得有大的IP主局 或者一些新的激励模式去推动 才能去讲好这个故事 那按照文章中的逻辑 它这里说 创造者还可以去平移的链去铸造 再瞧到流动性好的链 那就有个问题来了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在热门的链铸造呢 那表格的链接我就放到了视频介绍里面 主要是这个表格里面 主要是一些必做的铁页 比如说在Lite Geo官网 有提到一些跨链桥 像是Apple跨链桥 BTC.B的跨链 还有这些测试网的使用 如果有不懂兄弟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加询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视频